你說為了這個30萬件 然後這些是少數啦 然後呢 要改革會讓大家忙得要死啊 我覺得你們這是官僚的一個想法 問題既然已經知道在那裡了 我們想方法 怎麼樣去解決 你不能說 那是少數民眾 那不了解這些程序的民眾 他們就要死的喔 他們就應該要死的 我們政府是這樣做的嗎 不對吧 我們應該用 把你們的 所謂的 再審機制 救濟管道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 讓民眾能夠更簡單化 這個才對嘛 總是是少數被騙嘛 沒有錯啊 我們也不能為了少數影響到多數啊 但是少數的權力 我們怎麼去保障它 這也很重要啊 不是嗎 是啊 再審 我們研究一下 用什麼方式 讓這些民眾 能夠在再審的機制 能夠簡單 而不要叫他 你再審我一定要再花 請律師 我可能被騙的 只有五萬八萬 我再審 我再去請一個律師 我要十萬耶 那是我的錯嘛 所以民眾的心聲 我拜託 秘書長 聽進去好不好 這個也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透過我們內部的程序 好好的把它解決好不好 好 以上